谈到政府补贴重组 首相安华再次捍卫了这个改革政策 他还当场秀中文 引用了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 孔子的致言会语 安华说过而不改 世未过矣 借此表明 就证补贴资源错配的问题 势在必行 不能够以错再错 这些证补贴的证补贴 首相提成裁案时强调补贴和慈善不一样 一直以来政府在燃料水电教育医疗服务和肌肉等等 基本商品的花费大笔补贴 他说这些补贴不应该被超级富豪给利用 特别是当国家背负债务 而且国人的收入基础比较低的时候 因此政府坚持采取大胆的做法 纠正不合理的做法 感谢观看